再来主要的动作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账号跟密码 就是说我们去某个网站或使用某些软体的时候 我们会有账号跟密码 那我们要利用这个管理工具来做 怎么去建账号和密码 所以一般我们会去 我的习惯会直接按右键然后选新增 当然你也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我们也可以直接点这个上面新增项目 就是上面这支钥匙新增项目 也可以意思是一样的 那主要的东西的话会有三个东西 那我们的叙述里面就会有标题登入名称跟密码 那标题假设现在我是要做一个 Zorobus的账号跟密码 那我可以显示这个是我Zorobus的东西 那我可以做一下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注解 云端一点 这是随个人喜欢去做一个标题 那标题的话建议取有意义的名字 因为稍后我们会做搜寻的动作 我习惯不做这个分类因为分类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直接用搜寻的方式了 那登入名称就是看你在Zorobus申请的名称是怎样 那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那我随便先乱用一个 假设这是你在Zorobus申请的账号 好是这一组那你就是给它打这样吧 那密码的地方我们把这个隐藏先把它用开 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密码长得怎样 那通常我的密码产生会去点这个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做了一个叫mark的专属密码吗 把它点一下它就会产生一组给我们 那我们假设对这一组不满意的话 或者是要变更的话我们再点一下 它就会变更 那这就是会一个复杂度很高的密码 那做这个设定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强度 这边会显示让你知道了 好那基本的是这样 那底下的东西的话 就看你待会要怎样去做 包含备注 你这边也可以打一些东西 那是不是预期 预期它就会提醒你之类的 好那基本的最主要就是这三个 我们先做一下简单的就好 那比较详细的东西的话 我们稍后再做 那通常属性这边我通常都不会去做 那进阶也不太会去做 自动输入我们晚一点会去讲 历史记录就是看它有做什么异动 所以通常会用到的就是项目跟自动输入 那自动输入待会会去讲 所以我们项目这边 我们通常会在这边做一下记录 比如说 这个可以随便你自己去打一些备注 那你提醒你这个东西是怎样的状况 好那不打也没关系 好那我们确定 确定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标题叫 Jobus的 好圆端硬碟 然后这是你的登录名称密码 这样网址备注 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星星 表示它是还没有储存 所以我这边就会提示了 星星就是还没有储存 那你就可以储存 或者是说它闲置太久 因为我们刚才有设定 闲置太久它会自己帮你储存 当然我们如果习惯好一点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储存一下 好那这个就是建立账号和密码 这个你继续的情况下